现在我们来进行连续打印 文件 打印 选择打印机 选择章数 三章 手动打印 属性 我们尝试用照片模式打印 单叶子 和 App生出面子 确认 再确认 我们可以尝试连续打印三章 打印机接收电脑的文件当中 开始动作第一章 我们会发现打印机的喷头 在打印照片模式的时候动作明显 比优质照片要快 第一章 好 我们关闭 这个 保护盖 自动下跌 第二章 在打印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它会 机器会从 碟槽位置 推下一张碟 为 另外一张 打印 做准备 第二章 第三章 因为光盘盘面的吸墨性不同 和墨水固化的时间长短 如果墨水容易堆墨 建议使用单叶子的CDDVD模式 如果颜色偏浅 可以适当增加喷墨量 选择F深的出面子 吸墨量非常好的来度光盘 可以选择F深的光折子模式 好 打印完成